这部影片本来也是要放在频道会员这里的 不过我也是觉得啦 你们好像觉得频道会员的影片 就很不值得去看这些 其实我已经有放了一部 在正片里面没有讲到的影片在频道会员里面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看 就关系到Sudato的隐藏传说 然后今天这一部呢就是公开给大家看 你进了频道会员了过后这个影片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点订阅顺便按铃铛过后 可以在上面的加入键点下去 每一个月10块钱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如果你是iOS用户的话 可以等到片尾画面出现了过后 在这个方格点击加入会员哦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关系到五银 很多人就觉得奇怪 上次不是已经有讲过五银了吗 其实五银啊除了有我们所熟悉的那几位神明以外啦 也就是雷正子啊 康元帅赵元帅那一些元帅以外 在台湾那一边呢就有流传着女五银的传说 什么叫女五银呢 其实女五银啊就是由女神来去主导的五银 而女五银那一边的女将全部都是从36关将那一边出来的 什么是36关将呢 36关将呢是首位天庭的九天神将馆 他们分别是由康元帅还有赵元帅带领啦 也就是我们上次在五银里面有提到的赵元帅跟康元帅啦 而有一个传说是他们是为了去寻找玄天上帝而下凡而来 36关将呢他等于现在的军队 包括有男性也有女性 每一个法力都很高强 他是传说中负责收邀除魔的天界关将 基本上他就有驱邪出杀的能力 所以在法教的祭杀仪式 庆生咒里面就有这36关将的荆州 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去驱邪破碎 其实在马来西亚除了有我们所平常看到的五银系统呢 不同的门派也有不同的五银将军 就比如讲在台湾那边你就可以看到有 张霄榴莲礼 其实这张霄榴莲礼就是这36关将里面的将军 是由中坛元帅李那扎来统领这些兵马 在道教里面呢就有六甲神将还有六丁申兵嘛 六甲神将就是张霄榴莲 然后六丁申兵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女五银啦 也就是秦和礼祭是为先故 我们知道平常的五银里面啊 统领兵马的就是中坛元帅李那扎嘛 可是在女五银里面统领兵马的呢 不是李那扎 反倒是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这一位神大家都不陌生嘛 他就是上古时期的女战神 他有帮皇帝打自由过的 因为我有拍过了嘛我就不多讲 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点上面那个爱 其他的女将的秦和礼祭呢 分别掌管东西南北银 但是秦和礼祭这四位仙姑啦 目前就只有秦仙姑有史料记载 其他三位仙姑呢就没有任何官方的史料记载 只有在那些小法咒里面有看到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只讲秦仙姑她的来历 秦仙姑她相传是九天玄女的徒弟啦 所以呢在九天玄女所领导的女五银里面呢 是有看到她的身影的 秦仙姑在试的时候其实她不喜欢多话 反而她很喜欢去学那些艺术 所以她常常散散采药然后就去行医 她也成为了文明远博的民间医生 她比较擅长的是妇产科 所以很多街生啊男产那一些呢 都是给她一手救出来的 其实女五银的资料还蛮少一下 重点是其实在马来西亚呢 可以讲啊很少看到有女五银的风势 只有在台湾才有看到女五银的风势 讲老实话其实我也不大知道女五银是怎么样的一个体系 如果有台湾的朋友啊又或者是一些人知道女五银是什么样的体系 或者是你们知道秦和李济四位仙姑 她们还有更多更多民间故事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给大家知道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拜拜